连续的这三天我们会探讨以及来分享 这个的主题就是雅歌 雅歌他也可以称作是歌中之歌 来我们来看雅歌的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一个的圣经节就是在他的第八章第七节 大家请读 请 怎么你们忘记爱情这两个字 来大家请 爱情种水不能熄灭 洪水不能淹没 如果有人拿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去换取爱情 就必被藐视 这一处圣经节真的是零零尽致 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爱情的正义 当然这三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以及来学习 这一个的雅歌 不过在还没有继续深入的来去分享之前 想要提醒大家就是 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是你们的学生 因此学生在这边分享 老师们就请你们多多指教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一定要指教他 好 今天一直到明天 我们总共有分成有六个非常很重要的主轴 第一个我们会讲隐言 然后第二个是爱情的预备交往阶段 然后第三是爱情的圆满 就是婚礼阶段 然后第四就是爱情的欢庆 就是婚姻阶段 然后第五我们有一个结论 然后第六有一个番外篇 这个番外篇在你的讲义里面是完全没有出现的 那么你想知道番外篇是什么的话 那么你第三天就一定要来 那么今天我只会讲完隐言 我就结束了 讲完隐言 这样明天能够预备圆满欢庆 能够讲得完吗 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的 因为这三天的圣经的分享 最主要的不是要取代大家读圣经 这三天的分享是要鼓励大家 你们回去之后 仍然要继续的读圣经 仍然可以继续的读雅歌 来去消化 因为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内容 是非常的奇妙 是非常的奥妙 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 请问在座有谁你是已婚的可以举个手吗 已婚的 OK 这三天是适合你的 谢谢放下 单身的可以举个手吗 单身的可以举个手吗 单身的举高举字一下 不用害羞 对了 OK 谢谢 放下手 这三天的课程也是属于你的 有任何人是不在这两个的吗 你不是单身 也不是已婚的 那么我就不知道 OK 好 所以总共有六个 今天我们只会谈隐言 而这三天呢 我们会从自义看雅各 我们会看什么呢 就是神重视人类的这个的婚姻及性爱 从自义上 那么如果说从旧约我们来看雅各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 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的爱 那么第三 当我们从新约来看雅各的话 我们将会看到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这个的爱 那么我们就来看隐言 所以隐言 第一 雅各好像一朵带刺的玫瑰花 第二 有人视它是一首世俗的情歌 第三 有人视它是最神圣的一卷书 然后呢 第四 玉月节的第八天 他们会诵读雅各这卷书 那么首先第一个 雅各呢 它是一个带刺的书 带刺的一个玫瑰花 请问有谁你喜欢玫瑰花的 只有一个吧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OK 七个 谢谢 没有男生喜欢玫瑰花 有刺 它是一个带刺的一个玫瑰花 为什么呢 让我做一个调查 请问在我们当中 有谁你很喜欢读雅各的 可以举个手吗 没有啊 OK 有谁你喜欢读雅各 但是你不好意思举手的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带刺的玫瑰花呢 我记得当我 不懂是六年级的时候 还是五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有圣经就翻翻翻翻翻 然后呢 就在一个很不小心的情况下 不好意思 我用不小心的情况下 我就翻到雅各 然后当我看那个雅各的时候呢 大概五年级六年级的我 我看了过去讲 是圣经吗 然后赶快我把它盖住 我看我这一辈子都不可以看雅各 这样这么够力的一本书 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呢 我也不是很敢去看雅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里面的那个内容呢 真的是非常的露骨 如果用现代话的话 你可以说是 里面的内容呢 是挺十八镜的 你们不认同啊 你们懂什么是雅各吗 还没看完 今天一定会让你看完它 这是其他一个 我们要突破的一个地方 因此呢 当我看那个雅各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哎哟 怎么圣经里面有雅各这一卷书啊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我在想 这个雅各的这一卷书呢 是不是上帝呢 放在里面 来成为一个好像分别三二书 怎么说呢 当你看雅各的时候 你心如止水 表示你的属灵的生命很高超 但是呢 当你看雅各的时候 你发现到呢 你的那一个幻想呢 开始到处飘的时候 就表示你的那一个属灵的 那个神明呢 非常的忽浅 所以呢 当我看雅各就讲 哇 我的脑袋乱了飘 哇 肯定上帝啊 我的那一个属灵的神明 还练不过关 暂时不要再继续看雅各 看别的书信比较好 看其他的东西比较好 因此呢 他就好像带刺的玫瑰花 不只是这样 整圈的雅各呢 只有117节罢了 但是呢 这117节在过去的这2000年 无论是基督教的历史 或者是 不可以讲历史 基督教的文学 或者是犹太人的这个的文学 很多的拉比 很多的这些的圣经学者 其实他们都对雅各 写了很多的著作 而且呢 也写了很多 对于雅各的这个的评论 因此 他带刺 他虽然117节 在整个圣经当中 不算是一个篇幅很短 但是也是有一定 不会说很长的这个的篇幅 但是呢 却引起了这么多的 这些学者们的关注 甚至呢 有一些人 他们在读雅各说 为什么带刺呢 因为读不懂 然后呢 在想 到底要从人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可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 要怎么看呢 里面的这个的内容 然后呢 第二呢 有些人呢 他们就把这个雅各呢 就当成一个世俗的一个的情歌 为什么 里面的那个的内容呢 都是情情 爱爱 不然就形容 形容女生的身体 然后呢 形容男生的身体 对不起啊 这三天 请问我可以讲 18禁的内容吗 有一个未满18岁 如果你觉得有点露骨 有点肉麻的话呢 已经超过你的那个隶密的话 你可以私底下来找我一下 那么 这几天我就可以稍微调试调试一下 因此呢 在 以前的那个时代当中呢 就 那些人就把雅各 真的有人就把雅各 就当成一个 世俗的一个的情歌 然后呢 他们呢 就在宴会厅里面呢 在酒吧里面 或者是喝酒的地方呢 他们就把雅各 当成这个情歌来唱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卷书里面 你发现到 整本 你看不到神 可能只看到一个神的那个字眼 但是其实在原文的话 那个神的那个字眼呢 是 不明显的 然后呢 在整卷雅各里面 你看不到 有谈到罪 没有 有谈到律法 也没有 然后呢 有谈到恩典 也没有 有谈到上帝的救赎 也没有 然后呢 有谈到 基督吗 看起来 也没有 因此呢 他们就把它当成是一首情歌里面 就在酒吧里面 就在那个宴会厅里面 来唱 但是呢 也有其他的 这些的犹太的 这些的拉比 他们对这些的人 把雅各 放在这个宴会厅里面 或者是酒厅里面 来唱 他们认为 这个是对神 一个极大的 一个的亵渡 这个是对雅各 一个极大的 一个 一个侮辱 因此呢 也有这一个的 拉比 他们对于 这一卷书呢 他们觉得 在整卷圣经里面 最神圣的 就是 雅各 哇 然后呢 你看这些的拉比 他们讲什么 他说什么 谁在燕乐厅 把雅各 沦为一首情歌 将再来是 无份 当然这个 这个不是圣经写的 这个是那一个 犹太的那个拉比 那个的学者 他们对于那一个的 雅各的那个评价 如此的高超 而且他说什么 所有的圣券 都是圣洁的 但雅各是 圣中之圣 圣经的每一卷书 都是圣洁的 但是呢 雅各是 圣中之圣 雅各呢 就好像那个 神的那个 会幕里面的 那个什么 至圣所 如此的神圣 而且呢 这一个的拉比呢 他就叫做 雅基帕 他就说 整个世界都不如 当雅各 给了以色列的那一天 要不是律法 也给了以色列 雅各足够 指引这个世界 当然这个是 雅基帕 犹太的一个拉比 对雅各的一个的评论 从他的那个评论当中 能够看得到 他确实是非常的 看重雅各这件书 甚至呢 是以雅各 看为一个 非常神圣的 一卷的书 但是 真的有 如他所说 神圣到 他是至圣所 这样的一个的 境界吗 这个呢 是我们能够去 学习 能够去思考的 但是 从这里 能够看到呢 雅各 人对雅各的 那个评论呢 走向两种的极端 第一个的极端 认为呢 他就是一个 情歌 或者是 有一些人认为 它是一个黄色 或者是一个 色情的一个的内容 但是呢 另外一个极端呢 它是 圣中之圣 最圣洁的 如果在整卷 圣经里面 你的手指 要按在 最圣洁的 那一卷的话呢 当你按在 雅各的时候 哇 你就好像来到 至圣所 然后呢 犹太人 他们在 他们的 玉月节的 第八天 他们会 在玉月节的 欢庆的第八天 他们会一起的来 诵读 雅各这卷书 对于犹太人而言 玉月节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玉月节呢 是犹太人 他们三大节气当中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的节气 那就是玉月节 那么呢 为什么玉月节呢 会如此的 这个的重要呢 因为呢 上帝呢 就是在 玉月节的时候呢 带领了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 为奴之地 然后呢 当他们经过 那个旷野 就是如果你从 这个玉月节 你数一个 第七州 第七州的话呢 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第五十天的话呢 就是五旬节 那么五旬节 在那一个时代呢 在五旬节的时候呢 就是摩西在西乃山 领受那个十节 当然到了新约的话呢 我们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领受什么 圣灵的充满 因此呢 在以色列人 他当他们出了埃及呢 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 他们领受这个的十节 他们领受的这个的律法 那么对他们而言 这整个的那个过程 犹太人是怎么看 犹太人把这整个的过程呢 看成是一个的婚姻 当以色列人 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离开那个埃及 上帝拯救他们 离开埃及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一个爱情的一个的开始 那个是一个订婚期 那么呢 当过了七个礼拜过后呢 到了那个五旬节 他们领受那个十节 那个十节代表什么 代表神对以色列的 那个爱的一个宣誓 也就是那个的 婚礼的那个的完成 也就是整个的婚礼的高潮 就是在那个五旬节 那么为什么在 一月节的第八天 他们读雅各呢 因为呢 在整个的这个的旧约里面 只有雅各 你看它里面的内容 它就好像是一本 属灵的一个的情歌 象征什么 象征当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跟他们订婚 然后一直到 西乃之约的时候呢 是那个的婚礼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好像雅各里面 人跟神 以色列跟上帝 他们在谈恋爱 因此每一次 他们在玉月节的第八天 他们会一起的来 诵读雅各这卷书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要一起来诵读 雅各这卷书 我大概查了 如果说一般速度的话呢 大概二十分钟我们能够诵读完 我们要一起来诵读雅各 请你们能够翻到你们的圣经 为了方便大家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 合合本的版本 你能够用手机的 你能够用纸的 有谁没有那个 合合本的那个版本的吗 你们都知道雅各在哪里吗 就在智慧书里面 博士真传歌 智慧书的最后一卷 就是雅各 大家都翻到的话呢 能够看着我微微笑 我就知道你们已经翻到了 然后呢告诉你旁边的人 我们一起尴尬 如果你不尴尬的话 没问题的 表示你很正常 你尴尬的话呢 也是挺正常的 可能我在上面读 我都觉得很尴尬 不过呢 因为呢 这个的耸读呢 非常的重要 我里面祷告 当我们耸读的时候呢 求神的圣灵 来对我们的灵来说话 让我们里面的灵 能够来去感受到 当犹太人 他们在逾越节 哇 上帝拯救我们 脱离这个为奴之家 上帝要娶我们 哇 这种的心境 让我们一起来 一起的来诵读 这一个的雅各书 好 请 所罗摩的歌 是歌中的雅各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 比酒更美 你的高油新香 你的名如同 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同你都爱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甚是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帽子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 我同母的兄弟 向我发怒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我心所爱的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想我在何处使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若不知道 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 把你的三羊羊群 木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 我的家哦 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得去马 你的两腮因发边而秀美 你的颈像因珠窜而华丽 我们要为你边上金边 香上银丁 王正作息的时候 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 藏在我怀中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鲜花 在影基地葡萄园中 我的家哦 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我的良人啊 你甚美丽可爱 我们以青草为船塌 以香薄树为房屋的栋梁 以松树为园子 沙伦的玫瑰花 是古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她的樱下 尝她果汁的滋味 觉得甘甜 她带我入盐厌所 以爱为奇 在我椅上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 争补我力 畅快我心 因我施爱成病 她的左手在我头下 她的右手将我抱住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 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听啊 是我良人的声音 看啊 她窜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 或像小鹿 她站在我们墙壁后 从窗户往里观看 从窗帘往里窥探 我良人对我说 我的美人 起来 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鸣叫的时候 已经来到 班鸟的声音 在我们境内 也听见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 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 与我同去 我的鸽子啊 你在磐石穴中 在斗檐的隐秘处 容我得见你的面貌 得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柔和 你的面貌秀美 要给我们情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合花中 牧放群羊 我的良人啊 求你等到天起凉风 日影飞去的时候 你要转回 好像群羊 或像小鹿 在彼特山上 我也寻找他 活在床上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我说 我要起来 游行城中 在街市上 在宽阔处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城中巡逻 看守的人 遇见我 我问他们 你们看见 我心所爱的 没有 我刚离开 他们就遇见 我心所爱的 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 领他入我母室 到怀我者的内室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 或田野的母鹿 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他自己情愿 那从旷野上来 形状如烟柱 以墨药和乳香 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 看啊 是所罗门的教 视为有六十个勇士 以色列宗的勇士 手都辞刀 善于征战 腰间配刀 防备夜间有金黄 所罗门王用篱巴嫩木 为自己制造 一圣华教 教柱是用银做的 教底是用金做的 坐垫是紫色的 其中 乃耶路撒冷 众女子的爱情 喜安的众女子啊 你们出去观看 所罗门王 头戴光面 就是她在日子 心中喜悦的时候 她母亲给她戴上的 我的家偶 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你的眼在帕子内 好像鸽子眼 如同山羊群 握在激烈山旁 你的牙齿 如心睫毛的 一群母羊 洗净上来 个个都有双身 一只上吊子的 你的唇 好像一条猪红色系 你的嘴也秀美 你的两太阳 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榴 你的景象 好像大卫建造 收藏军械的高台 骑上悬挂一千盾牌 都是勇士的藤牌 你的双鲁 好像百合花中 吃草的一对小鹿 都是母鹿双身的 我要往墨药山 和鲁香缸去 只等到天起凉风 日影飞去的时候 回来 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我的心腹 求你与我一同离开 黎巴嫩 与我一同离开 黎巴嫩 从亚马纳顶 从士尼尔和黑门顶 从有狮子的洞 有豹子的山 往下观看 我妹子 我心腹 你夺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看 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 夺了我的心 我的妹子 你的爱情何其美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高油的香气 胜过一切香品 我心腹 你的嘴唇低密 好像芬芳低密 你的舌下有蜜 有奶 你衣服的香气 如黎巴嫩的香气 我妹子 我心腹 乃是观所的缘 紧闭的紧 所种的结了石榴 有加美的果子 并奉鲜花 与哪达树 有哪达和番红花 仓朴和桂树 并各样乳香木 墨药成香 与一切上等的果品 你是园中的泉 活水的井 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吹来 吹在我的院内 使其中的香气 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 进入自己园里 吃他加美的果子 我妹子 我进了我的园中 采了我的木药和香料 吃了我的蜂蜂 和蜂蜜 喝了我的酒和奶 我的朋友们 请吃 我所亲爱的 请喝 且多多的喝 我心碎我 我心却醒 良人的声音 他敲门说 我的妹子 我的家偶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求你给我开门 因我的头满了露水 我的头发被噎入地势 我回答说 我脱了衣裳 怎能在穿上呢 我洗了脚 我洗了脚 怎能在沾屋呢 我的良人 从门孔里 伸进来 我便因他动了心 我起来 要给我良人 开门 我的双手 地下墨药 我的指头 有墨药 我给我的良人 开了门 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寻找他 进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城中巡逻 看守的人 遇见我 打了我 伤了我 看守城门的人 拖去我的披肩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我嘱咐你们 若遇见我的良人 我因施爱成病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 比别人的良人 有什么强处 你的良人 比别人的良人 有什么强处 你这样嘱咐我们 我的良人 白而且红 超乎万人之上 像至今的金子 他的头发 厚密垒垂 黑如乌鸦 溪水旁的鸽子也 用奶洗净 安得和事 如香草台 他的嘴唇像百合花 且低下墨药汁 他的两手好像金管 镶嵌水仓玉 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 周围镶嵌蓝宝石 他的脚好像白玉石柱 安在金金座上 他的形状如黎巴嫩 且加美如香薄树 他的口极其甘甜 他全然可爱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这是我的良人 这是我的朋友 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 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 到香花柜 在园内牧放群羊 采百合花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我的家伙啊 你美丽如德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旗帜的军队 求你转掉眼目不看我 使我筋乱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 握在激烈山旁 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 洗净上来 个个都有双身 没有一只上吊子的 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榴 有六十王后八十兵妃 并有无数的童女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只有这一个 是他母亲独生的 是生养他则所保爱的 见了就称他有福 王后兵妃见了 也赞美他 那向外观看 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交结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旗帜 军队的是谁呢 我下路河桃园 要看古中青绿的植物 要看葡萄发芽没有 石榴开花没有 不知不觉 我的心将我安置在 我尊长的车中 回来 回来 苏拉米女 你回来 你回来 使我们得观看你 为何要观看苏拉米呢 像观看马哈念 跳舞的呢 王女啊 你的脚在鞋中 何其美 你的大嘴圆嫩 好像美玉 是巧匠的手 做成的 你的肚脐如圆杯 不缺调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麦子 周围有百合花 你的双褲 好像一堆小鹿 母鹿双生的 你的颈像如象牙台 你的眼目像西石本 巴特拉 并 水池 你的鼻子仿佛 朝大马士革的 黎巴嫩塔 你的头在你身上 好像加密衫 你头上的发 是紫黑色 王的心 因着下垂的发 就细住了 我所爱的 你何其美好 何其可悦 使人欢畅喜乐 你的声量 好像棕树 你的双褲 如同其上的果汁 累累下垂 我说 我要上这棕树 抓住姿子 愿你的双褲 好像葡萄 累累下垂 你鼻子的香气 香如苹果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为我的良人 下烟舒畅 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我属我的良人 他也恋慕我 我的良人 来吧 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 我们早晨起来 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 石榴芳雷没有 我在那里 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风茄放香 在我们的门内 有各样 新尘加美的果子 我的良人 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你像我的兄弟 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 我在外头遇见你 就与你亲嘴 谁也不亲看我 我必引导你 领你进我母亲的家 我可以领受教训 也喝石榴芝酿的香酒 你避在我头下 她的右手 必将我抱住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我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 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 你母亲在那里为你续牢 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续牢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带在你壁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始之坚强 既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 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我们有一小妹 她的双乳尚未长成 人来提亲的日子 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 我们要在旗上建造银塔 她若是门 我们要用香薄木板 我是墙 我的双乳像旗上的楼 那时我在她眼中 向得平安的人 所罗门在巴黎哈门 有一葡萄园 她将这葡萄园 交给看守的人 为其中的果汁 必交一千舍克勒银子 我自己的葡萄园 在我面前 所罗门那一千舍克勒 归你 两百舍克勒 归看守果汁的人 你这住在园中的 听你的声音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我的良人啊 求你快来 如羚羊或小鹿 在香草山上 Amen 让我们低头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这是你的话语 这是你神圣的话语 在你的话语里面 你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的爱 也预表了神与人之间的爱 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 主啊 虽然我们已经宣读了 这个的话语 但是我们祷告 让你的圣灵 再次的来提醒我们 再次的来告诉我们 我们所念的 我们所读的 再次的来光照 启示我们 让我们能够进入到 你的这个的爱里面 让我们能够进入到 你的这个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能够 在你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能够 真实地遇见你 让我们能够 尝到你 让我们能够 触摸到你 让我们能够 经历你 不单是在 头脑上的 这个的认识 在我们内心里面的 这个的经历 在我们灵魂体的 一种的近身 耶稣基督 只有你的圣灵 能够带领我们 跟你有这样子的 一种的相交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给自己左边 右边的人掌声鼓励 哇 小喘气一下 哇 一次过 把八章 这个雅各 就这样子读完了 好 首先我们来看 作者 学者一般认为 所罗门 就是作者 这个是 学者一般的认为 当然也有人 他们认为 不可能是所罗门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圣经上记载 所罗门 有一千个老婆 他们就讨论 一千个老婆的男人 怎么能够写出 像雅各 这种神圣的爱情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圣经里面 写是所罗门 我们就暂定 是所罗门 然后第二个 当你在读的时候呢 你会很发现到 在雅各里面 你觉得 谁讲的话比较多 你们能够 赶赶地表达出来 不用怕 谁讲话比较多 谁觉得 在雅各里面 女生讲的话比较多 OK 谢谢 放下手 谁觉得男生 讲的话比较多 这有一个吧 谢谢 放下手 你觉得是旁白 讲话 讲的比较多 这样那些 不举手 你们是乱了吗 如果你看 你的那一个 圣经的话 你有看到 好像它有标题 有著名 这个是新妇说的 或者是新郎 或者是 这个是良人说的 或者这个是 众耶路撒冷女子说的 或者是 这一个呢 是 这个是 众兄弟们说的 你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的 小记号吗 OK 其实在原文里面呢 这一些的小记号呢 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 整个的雅各 它并没有著名 这一句话呢 是从谁讲的 是男主角讲 还是女主角讲 不过 不过 要怎样的推断呢 还是有办法 因为呢 在这个的 希伯来原文里面 希伯来原文本身呢 它的字母呢 是有阴性跟阳性的 那些如果说 你有学过 像法语的话 或者是德语的话 或者是 这个的 希腊文的话 希腊文的文字呢 本身呢 有阴性跟阳性 所以他们就透过 阴性阳性 来做一个推断 所以才有 你们所看到的 这一些的 小记号 到底这个呢 是良人说的 还是新妇说的 新娘说的 等等等 不过 刚才那些 你们认为 是女生发言 比较多的 你们说对了 在整个雅各里面 虽然是 所罗门的歌 但是你发现 很奇妙的 是女生 开口说话 比较多 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呢 这一个的苏拉命女 她是一个非常 积极主动 表达的一个女生 OK 第三 婚礼中 新人有如 国王与皇后 当你们在读的时候呢 你们就也读到 刚才的那个字 女王 我的王 然后呢 王代我 因此呢 在犹太人里面 犹太人的习俗 当一对新人 他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是新人的时候呢 他们在整个的 那个婚宴上呢 他们的那种的待遇 那种的尊贵 仿佛他们 就好像是国王 跟皇后 因此呢 他们可以这样的 互称 我的皇后啊 我的国王啊 难怪就有人 对这个婚姻 讲了一句话 就是在座的弟兄 如果你希望你的太太 把你当成 国王一样对待的话 那么你就把你太太 当成皇后一样的 来伺候他 他就把你当成国王 所以这一个是 犹太人的这个的婚礼 然后呢 第四 所罗门是君王跟牧人的 这个的角色 你发现到 又讲王 然后一下子又去放羊 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 君王这个角色呢 他们呢 也能够说是 牧羊的一个角色 因为呢 君王本身就是要 牧羊上帝的百姓 因此呢 君王跟牧羊 他们呢 是能够 这样子的交替 使用 而且 在有一些的王族里面呢 他们有这样子的 一种的习俗 或者是在有一些的 王族里面 他们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呢 就是 他是国王 但是呢 他在他的国土里面 他选了其中一个 比较偏远的地方 但又很美丽的地方 他就在那一边呢 就做了一个寝宫 或者是一个 一个这个的外公 然后呢 当他不想要在朝中执政 或者是他想要 暂时退避休息的时候呢 这个国王呢 他就会瞧半城 他是牧羊人 然后呢 去到这个偏远的地方 去照顾他的那个园子 然后呢 没有人知道 他是王来的 但是其实他是王 但是呢 他瞧装自己呢 是牧羊人 来过这一个 普通人的生活 来去体验一下 普通平房人 到底他们的生活 是什么样呢 因为在皇宫里面 待久了 也会觉得 要找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生活 来去体验体验 那么可能 所罗门 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的生活的一个模式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女主角呢 她是牧羊女 然后呢 她同时也是一个葡萄园丁 她是牧羊的 然后呢 她也是看守这个葡萄园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来看书名 书名呢 它是写 歌中之歌 所罗门的歌 或者是他写歌中之歌 为什么他是用歌中之歌呢 因为呢 在这个西伯来的文字里面 没有罪 这一个的形容词 不是罪恶的罪 是最好的罪 最美的罪 因此呢 当他们要称赞一个人 很美很美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罪 他们没有那个很 这个的字 那么他怎样去形容 这一个的人 是最美丽的呢 他就会说 你是美中之美 因此呢 你就会发现到 他们怎么称呼 在新约他们怎么称呼耶稣 万王之王 意思是什么 最高 最大 最杠的王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而歌中之歌 就是最美 最棒 最好的 那一首歌 因此 这个西伯来的文字里面 没有罪这个字 那么第三 在这个的《猎王记》上 有记载 所罗门的著作呢 有诗歌 他写诗歌呢 有一千零五首 而他所写的 这一千零五首的诗歌里面呢 几乎好像 没有一个流传下来的 只剩下雅各 从这里能够看到说 上帝 他只看中 雅各 这首诗歌 然后呢 其他的诗歌 找不到了 不懂了 虽然写了一千多首 当然也有人推 也有人推 推意册啦 就是这一千零五首诗歌 可能是 他写给每一个的妃子 每一个的皇后 但是呢 只有苏拉密女 是上帝 所拣选的那个 所以呢 其他的这一些的诗歌 统统阵亡 只留下这个歌中之歌 这是其中一个的解释 那么第四 刚才说的 就有人就评论说 所罗门 有一千个老婆 怎么能够写出这种 歌中之歌的这种的情歌呢 他有怎样的本事 他有怎样的生命能够写 这是一般推测的 这是所罗门在年轻 未被残垒的时候 或者是说所谓的 最纯的时候 他所写下的这个的歌中之歌 当然啦 也有人这么说 我也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呢 他说就是因为 他有一千个老婆 他终于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所以他就写下了 只有这个才是人世间最真 最美 最纯的爱 有一个弟兄 这个是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有一个弟兄 他以前是开夜总会的 是一个夜总会的一个老板 然后后来这个老板 他就相信了耶稣 然后就有一个同工就问他说 弟兄啊 你以前开夜总会 做大老板嘛 那么你应该是玩很多女人吧 你还记得你大概有玩过多少个女人 这个弟兄 他自己讲 有名分 有住在一起的 两百个 哇 两百个 那么那个弟兄就问他说 这样你相信了耶稣 你回想一下 他是讲 有名分的有两百个 但他没有名分的话就更多了 然后他就问 你玩了这么多的女人 你的结论是什么 这个是老板夜总会 夜总会的老板他自己讲了 他玩了这么多的女人 他的结论是 开始的时候很新鲜 之后还是一样 虚空的虚空 因此所以有人说 他也可以在晚年的时候 当他悔改的时候 他领悟到什么 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 然后他写下了 这一个的歌中之歌 当然这个是 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解释 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第五 这一个的歌中之歌 雅歌 他是跟其他的智慧书 放在一起 跟这个的岳伯记 诗篇真言传道书雅歌 他跟智慧书放在一起 因此在某一个角度 如果你从五个智慧书的 那个角度来去看 这五个智慧书的话 你会发现到 一个很奇妙的编排 就是真言他讲的是正常 岳伯记讲的是反常 然后传道书讲的是无常 然后诗篇讲的是常常 雅歌讲的是非常 真言他讲正常 意思是什么呢 真言你看真言的话 你发现到 里面的这一些的教导 按照正常的情况之下 你这么做 你就有这么的结果 你那样做 你就会有那样的结果 所以真言讲的是正常 但是岳伯记是完全的反常 为什么反常呢 一个公义的人 一个神看为义的人 为什么会那么的辽大 为什么会遇到这么极大的灾难 在他的生命当中呢 真言不是讲论吗 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 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连我们的这个的后裔都得福 而且敬畏神有财富 有智慧 有知识 有尊荣 可是为什么在岳伯记的时候 一个敬畏神的人 竟然会穷途 末路呢 反常 然后呢 就来到的那个传道书呢 就是无常 但你读那个传道书 你发现到 每个东西都是很无常的 有钱的人 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有钱的人 也可以过得很痛苦 没有钱的人 可以过得很好 没有钱的人 也可以过得很痛苦 所以到底是有钱好 还是没有钱好 无常 然后呢 你读那个传道书 你会发现到 有智慧的人 能够得到人的喜爱 他也说 有智慧的人 也会招人恨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妒忌你 这么这样聪明 那么到底要有智慧 还是不要有智慧呢 无常 敬畏神的人 哇 风衣足食 但是呢 不敬畏神的人 却也有不风衣足食的时候 好人 有好下场 好人 也有 不好的下场 坏人 有坏的下场 坏人也有 好的下场 这样子 你要做坏人 还是要做好人 无常 但是呢 到了诗篇 你发现到 诗篇都是 常常 你要常常喜乐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 我的面前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 直到永远永远 常常 但是到雅各的时候呢 是非常 哇 非常美 非常棒 哇激烈 哇猛烈 哇垂液三尺 非常 好我们就 停在这边 你们需要休息一个五分钟 上厕所吗 不需要吗 不需要 真的啊 OK好 要上厕所 你们可以 暗暗的去 好 第三 写中的目的 他的写中 写中的目的呢 第一个 他要 他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 性爱 及婚姻 是神赏赐的礼物 第二 这份礼物呢 是非常兴奋 及享受的 第三 有些宗教呢 非常支持 禁欲主义 第四 神奠定婚姻 性爱的 这个的神圣的标准 然后呢 第五 犹太人的文化呢 他们是看重 婚姻 及性 第六 犹太人 是以色列国 嫁给了神 然后第七 新月呢 提到教会呢 就是基督的心腹 然后呢 第八 婚姻的主题 贯穿 整本的圣经 所以这个是 他的那个 写作的 目的 我们来看 第一个 你们没有爸 OK 对不起 这是后来加进去的 婚姻的主题 贯穿 整本的圣经 你们抄不到 也不用紧的 在结束的 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一些呢 都放在那个 Google Drive里面 我会给你们 这个的link 你们可以去到link里面 来下载 这个的PPT 你们也能够下载 这个的 words的 这个的 讲义 都OK了吗 好 我们来看 性 爱 以及婚姻 是神所赐的 这一个的礼物 性跟爱 及婚姻 不是人类文明的 发明 也不是人进化的过后呢 男生看到女生 然后想 可能男生跟女生 应该有 有特别的功用 特别的那个用处 然后呢 男人跟女人 经过一个开会的过后呢 他们就发明 什么叫性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婚姻 不是的 性 爱 即婚姻 是神所设立的 而上帝设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设立这个制度 他设立这个模式呢 他是给人类的一个的礼物来的 不是咒诅来的 他是一个礼物 而且呢 这个礼物呢 是非常兴奋 及非常享受的 先想看 当我想到这个 非常兴奋 非常享受 我就觉得 上帝真的是 非常的美好 为什么呢 上帝呢 给人类一个 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你要生养众多 偏满全地 来治理整个世界 如果生养众多 这一个的性 这一个的爱 这一个的婚姻 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 一个的行动 或者是它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个动作的话 那么我看 要完成上帝的这个使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你发现上帝非常的奇妙 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然后呢 他把那个使命呢 涉及到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愉快 从这里 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个真理 就是神的使命 神会供应 神所给予我们的那个使命 虽然可能看起来 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定的挑战 可是呢 当我们进入 当我们去进行在神的那个旨意 神的那个使命的时候呢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 我们的生命当中 都有经历过 起初开始顺服的时候 觉得很困难 可是呢 当一过的那一个的门卡 然后呢 当我们进入到 顺服的第一步 然后你发现到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 而且当你现在 你回首一看的时候 你发现到 在你生命当中 你对神的某一些方面的顺服 其实是享受来的 因此 你就能够做一个的对照 说 原来这种的真理 当神在创造性 创造爱 创造这个的 婚姻的这个制度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的原则 这样的一种的作为 已经注射在里面了 然后呢 第三 有一些的宗教 他们呢 是所谓的 有那个的禁欲主义 因此呢 基督教 绝对对 不是一个禁欲的一个宗教 我再强调多一次 有一些的宗教 他们提倡 他们遵从这个的禁欲主义 包括 跟我们很接近的 天主教 他们认为这个的禁欲呢 是一个非常神圣 禁欲的这个的 是一个非常 好像分别为圣的 一种的 一种的 行动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的神父 修女 他们是守独生的 当然我 我打从内心里面 我非常佩服他们 能够守独生 但是呢 禁欲主义呢 绝对不是 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节 提摩太前书 四章一到五 大家请读 一二三 因此他这里说什么 他这里说 这教训是出于 说谎之人的虚伪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良心 好像被烧红的 那个的铁弱的一般 因此原来 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里面 当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这个 禁欲主义的那个的圣形 或者说 在希腊文化里面 在 这个的 罗马的这个的文化里面 他们有这一种的奉行 这种的禁欲主义 但是保罗说什么 他们禁止嫁取 他们禁戒食物 这种的一种的做法 是属于一种的离弃信仰 而且是跟从虚妄的邪灵 还有鬼魔的这个的教训 当然你说 这样我们禁食 是不是我们也违背呢 他这里说禁戒 它不是指禁食 禁食它是短暂 为了某一种的 一个的目的 目标 然后呢 我们禁食 祷告 这个呢 是OK的 但是呢 如果呢 你说 某一些的食物 我们一辈子都不可以碰 不可以吃 然后呢 当你不吃的话呢 才能够提升 你的那个属灵的 那个理念 这种的教导 就是错误 然后呢 另外一个 他说禁止取价 如果禁止取价的话呢 这个呢 也是不符合 圣经的教导 这个是属于一种 禁欲主义 当然 如果我们有 守读生的这个恩赐 然后呢 你有这个的感动 你想要守读生 这个没有错 但是 如果我们去教导别人 你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要守读生 把你的生命奉献给神 你一辈子的守读生 你就可以活在圣洁里面 这个是 这个是很离谱的一个教导 守读生 不会让你 比那些结了婚的人 更加的圣洁 这个是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一个的 教导 因此呢 我深信呢 上帝赐下这个的雅各 就是来告诉我们 神 祂创造这个信 祂创造这个的爱 祂制造了这个的 婚姻的这个的制度呢 祂是一个礼物 祂是一个的享受 那么在神的那个的原则底下 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欲 来去使用 但是呢 如果呢 我们按照自己的一个的认为 要达到某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操守的话呢 其实这个呢 是 这个是挺危险的 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 如果你看圣经 在保罗的那个教导里面 他也有说 夫妻之间能够分房税 为了什么 为了能够更好的祷告 但是呢 这样子的分房祷告 不能够是长期性的 只能够是短暂性的 而且呢 不能够让一方 有那种陷入试探里面 当然 这个呢 是一般教导 我必须要腾清一下 这个呢 是一般教导 因为每一个的夫妻 他们在性生活方面 可能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的难处及状况 这个是能够值得 每一个的夫妻的情况不一样 不过呢 能够寻求教会的这一些的辅导员 或者是能够寻求协助 不过呢 很重要的 很重要一个概念呢 就是圣经绝对没有教导 禁欲主义 而且呢 禁欲呢 不会让你显得非常的圣洁 因为性 爱 婚姻 是神所赐的礼物 就是给人能够去享受的 来 我们来看 刚才那个还没有读完 来 请 因此呢 他就说 他就说什么 是给信主 还有认识真理的人 能够存心感受 能够存心感谢 然后呢 领受的 而且凡神所造的 都是好的 包括信 包括婚姻 只要存着心 存着感谢的心领受 没有一个是 可以弃绝的 而且因着神的道 跟人的祈求 都已经成了圣洁的了 这个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呢 在陪同教会里面的 我坦白地说啦 就是说 在陪同教会的 这一些的 这一些的 弟兄姐妹的时候呢 真的就有发现到呢 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认为 那个婚姻里面的 那个的性关系 会影响 圣洁的那个的操练 因此呢 在房市的这件事情上呢 他们就会选得 比较的不在乎 或者是比较的 don't care 所以其实呢 这个呢 无心当中呢 就会不小心呢 就会背道而驰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 注意的 因为呢 神 祂看重 祂创造 之后我们会继续的来看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应该不是啦 这个没有头发 这是我的老婆 所以呢 第四个呢 就是神 祂奠定什么 婚姻性爱的 这个的神圣标准 那么 在神的这一个 对婚姻的这个的 神圣的这一个的标准 是什么呢 就是 一男 一女 一夫 一妻 这个是神 祂创造 这个婚姻性爱的 一个的美意 及 这个的旨意 因此呢 任何的 方式 只要是超过 这个一男 一女 一夫 一妻的话呢 那么 其实就 不在神的这个的 美好的 这个的旨意 或者 不在神的 这个的 这个的计划底下 因此呢 婚姻的性爱 其实呢 是由神所奠定的 这个的神圣的标准 而且婚姻里 婚姻本身 还有婚姻里面的 性爱 神看这个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希伯来书 十三章 第四节 请 这里说 人人都应当 尊重婚姻 婚床也不可 占屋 所以呢 这个婚床 不是指 你的那个床 必须要 常常要洗 不能够肮脏 它不是指 那个床 这个的婚床 其实指的就是性爱 性爱不能够占屋 必须是 一男 一女 一夫 一妻 在神所制定的 这个的美好的 这个的婚姻的 这个制度底下 所以神要求人 要尊重 然后呢 传道书第九章 第九节 请 因此如果上帝 你赐下这样的一个的福分 让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能够走进这个的婚姻里面 那么神对你们的旨意是什么 神对你们的旨意呢 就是要你和你所爱的妻子 能够享受人生 这是你一生在日光之下 从劳碌中所得的福分 这个是神 祂给你的福分 祂给你一个丈夫 祂给你一个太太 使到你夫妻之间 能够一起的来去享受什么 生命 不只是在心灵上 不只是在属灵上 这个也包括在身体上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享受 为什么 这个是神 祂赐下的一个的福分 因此 我要鼓励在座的夫妻们 如果夫妻健在的话 真的 就像这个传道书所说的 把握你一生在日光之下 从劳碌中所得的分 你要把握你的另一半 你要珍惜你的另一半 然后想想看 我跟我另一半 我们真的有享受 那个人生吗 但更重要的是 不只是要享受那个人生 真正的能够达到 那个享受人生 更高的那个意思 其实就是 我能不能够享受 我的另一半 我能不能够来去 好好的来去 享受我的另一半 因为有一天 当祂不在的时候 就真的是不在了 就被主接了 但是当祂还在的时候 你能够享受什么 祂的同在 祂的陪伴 祂的微笑 你能够享受在什么 还能够听到祂的声音 还能够看到祂的面孔 偶尔还能够跟祂斗嘴一下 这个是上帝 所赐下的那一个的福分 不只是要享受人生 我们问我们自己 有没有享受另一半呢 有没有珍惜 祂还在的这个的日子里面呢 这个是神所赐的一个的福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的文化 我们看到 犹太人的这个的文化呢 他们呢 是非常看重什么 婚姻 以及婚姻里面的 这个的性关系 因此呢 在犹太人的这个的文化里面 其实犹太人的文化呢 跟我们华人的文化呢 是挺接近的 在犹太人的那个文化里面 如果在结婚之后 或者在结婚的时候呢 发现到太太 不是一个厨女的话 也就是 这一个 她的太太呢 没有那个贞结 那么 他们呢 就能够 判定 如果真的 她没有那个的 贞结的那个凭据的话呢 她是能够被石头给活活打死的 神 他非常看重 这个婚姻里面的 那个的 贞结 因此 在犹太人的这个的婚礼呢 在以前呢 现代已经 已经 因为时代的那个要求 所以呢 就做了稍微的一些的修改 可是呢 在 那个 雅各的那个时期 或者雅各 更早一点的时期 当犹太人他们 结婚的时候呢 行完礼过后 他们是马上入洞房的 就是 好像 比如说 大家都来管理嘛 那么 在整个管理的那个 那个的场所里面呢 可能他们会有一个房间的 那么 管理完了过后呢 就马上入洞房 然后呢 在入洞房的时候呢 他们呢 就会 那个做太太呢 会拿一个布呢 就铺在那个床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他们入洞房的时候 当破除的时候 那个处女魔一破 那个血就会流 那么那个血一流的时候呢 流在那一块布 那个呢 就是什么 贞结的那个凭据 那么呢 当他们 入洞房了 然后呢 完成那个的洞房了过后呢 那个做先生呢 就会出来拿这块布 我的太太 她是一个处女 她有贞结的那个凭据 然后呢 所有人都 哇 你们是 夫妻了 因此 如果还没有 原房的话呢 还不算夫妻 必须是 当然 是在房间里面 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 这个是在那一个的时代 因此呢 犹太人的那个文化里面 他们 他们不 他们并不认为 谈论婚姻 谈论性 是一个可耻的事 因为呢 他们知道 神看重婚姻 其中一个 为什么神 他看重婚姻 为什么呢 这是我的认为 因为呢 弥赛亚 是从人类婚姻的 那个制度 诞生的 弥赛亚呢 不是 从外太空 然后呢 一个石头 然后呢 降在一天 然后突然 哇 弥赛亚就出来了 我来拯救 不是的 弥赛亚 是从 人类的那个 婚姻制度 谁跟谁结婚 然后生下谁 谁跟谁结婚 生下谁 谁跟谁结婚 生下谁 然后一直到 玛利亚的时候呢 圣灵透过 玛利亚的那个肚子 然后呢 就生下了 耶稣基督 因此呢 上帝呢 需要保住 需要守住什么 婚姻的 这个的圣洁 因为弥赛亚 要透过婚姻 降临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呢 你看 耶稣的那个 主谱的话 你就发现到呢 在耶稣的主谱里面 有四个女人 是特别的女人 其中一个女人呢 还是一个妓女来的 这表示什么 上帝有恩典 做挽回妓 上帝有恩典 做一个挽回妓 但是呢 虽然有恩典 有这个挽回妓 并不表示 就抹杀 上帝对婚姻的 那种的看重 他仍然是 看重那个婚姻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 为什么看重婚姻呢 因为呢 婚姻 雅各呢 视为呢 以色列国 已经嫁给了神 就好像为什么 他们在月月节 第八天 他们念那个雅各 就是 以色列人 他们看 我们的整个的那个国家 已经嫁给了神 神呢 就好像以色列的丈夫 然后呢 以色列呢 就好像是神的太太 然后你发现到 这样子的信息 其实呢 在整个旧约里面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教会呢 是基督的 新夫 教会呢 是基督的 新夫 为什么有 这一个的 雅各呢 我深信上帝 放下雅各 他的其中一个 写作的目的呢 就是告诉我们 教会 就是基督的 新夫 透过雅各 我们能够认识到 夫妻的 爱 那么 从夫妻的爱 我们就能够认识到 神对人的爱 然后从人 神对人的爱 我们就能够认识到 基督 他是如何爱教会 如果我们不知道 夫妻的爱 我们就很难明白 神对人的爱 我们就更难明白 基督 基督对教会的 这一种的爱 因此呢 其实在我们 自己的婚姻当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 那个的 感情的那个生活 当中 我们似乎能够看到 其实上帝 他怎么的爱我们 他怎么的爱我们 特别是 在座的夫妻们 当你吵架的时候 当你觉得 为什么 这个人 这样可恶 怎样爱下去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 感受的时候 这表示什么 其实上帝也有过 这样的一个感受 怎么你们人类 一次又一次的爱你 然后还不认我 都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 你竟然因为 一旦的生意不成 你就不要认我 做你们的主 上帝也认我 上帝通过这个夫妻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原来 神 祂就是这样的 爱我 而且呢 祂也透过这个夫妻的关系 来告诉 来告诉 来告诉我们 就是 神 即使是到了新月 祂仍然看重 婚姻 跟性 性 它不是一个可耻的一个东西 好 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雅各 写作的 这些的不同的目的 那么 今天我来问你一下 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 认识神 很好 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亲近神 很好 你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吗 你认识 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明白 明白神的计划 明白神的旨意 非常棒 你读圣经的目的 还有吗 还有吗 亲嘴 这个姐妹说得对 犹太人 当他们拿出 圣经经卷的时候 他们是先 然后才打开来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他们是学雅各 你一开始 你读着 他说什么 愿你用口与我亲嘴 那么请问 神他的口 做什么 神说命就命 立就立 神的话一出 事就成 所以神透过他的口 说出什么 话 因此呢 愿你用口与我亲嘴 哇 这个是上帝的话 所以 很好 其实大家都 都说了 读圣经 最重要一个目的 之一 就是追求认识 这位良人 耶稣 为什么我们要 读雅各 或者是 雅各的 这个写作的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 来认识 这位良人 我们认识 这位良人吗 我们认识 他是我们的 良人吗 还是我们 对良的认识 OK 够了够了 反正都信主 这样多年 有什么 没有看过的呢 有什么 没有试过的呢 有什么 没有读过的呢 就好像 夫妻之间 如果 夫妻之间 有一定的 这个的 年龄的话 请问 你有没有 再继续认识 你的另一半啊 还是 继续认识 我的另一半 他都没有变心 认识他什么 认识我另一半 我几年前 我30年前 20年前 他都是这样吗 20 30年后 认识他 只是头发变白罢了吗 牙齿少了几个 脸有点皱罢了咯 还有什么东西 好认识的 这一个呢 就提醒了我们 在夫妻的 那个关系当中 我们有没有 不停止地去 认识 对方呢 老夫老妻 他们其中一个 最大的一个 的挣扎 是什么 他们其中一个 他们 申诉的是什么呢 老夫老妻 他们讲 我的另一半 都不了解我 可是呢 另一半 总觉得 我已经很了解你 我都已经了解过了 我还有哪里 不了解的呢 其实呢 神要提醒我们 不要 停止去认识 我们的另一半 那么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追求 认识这位两人 不要停止地 来认识他 然后第二个 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效法耶稣 耶稣就是我的榜样 当我们认识的耶稣 然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呢 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 我们来看 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 请 因此呢 读圣经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认识基督 不是要去 只是 哦 我是被吩咐 我是被要求 抹遍 或者是 哦 这是一个属灵的活动 所以要读 然后呢 读完了过 Yes 我终于完成了 我那一天 我那一个礼拜要读的 那五章经节 哇 完成任务的 其实不是 不是为了要完成任务 而是读了过 主啊 带领我认识你 然后可能可以像 那个姐妹所说 Kishan 哇 上帝啊 带领我 认识你 然后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 请 因此神已经预定 我们要做什么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当你认识耶稣更深的时候 这个能够帮助我们 他怎样 我们也会怎样 你认识到的耶稣 他是圣洁 这表示什么 有一天 你将会像他一样 活出那个的圣洁 因为你里面已经有那个生命了 你看到他是慈爱的 是蛮有怜悯的 这表示什么 你里面也有慈爱及怜悯 你能够像耶稣一样 活出来 但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 我们就不懂 到底我们里面有些什么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另外一个 如果圣经没有雅各这件书 会怎么样呢 第一 人们就看不到 来大家请读 一 三 四 因此呢 我看我们可以练完它 好 来 第五 六 七 因此如果说圣经呢 没有雅各这件书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呢 人们就看不到 神他恢复这个的 婚姻的情爱 如果他只有那个创世纪 我们看到 罪怎样来到世界 然后呢 人怎么堕落 然后呢 如果说 只有这个的启示录 耶稣怎么再来 就像 That's all 神的救恩 神的救赎 但是在婚姻这一块呢 其实神 祂要来救赎我们的婚姻 祂要来恢复 婚姻里面的 这一个的情爱 所以 没有雅各这件书 我们就不知道 然后第二呢 圣经呢 对这个女性呢 就会停留在一个 刚烈的一个的印象 我想问大家 当我说 圣经的女性 你想到谁 圣经中的女人 你想到谁 没有啊 你想到谁 路德 路德 他是一个 No.1的一个媳妇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去到哪里 我就去到哪里 你的国家就成为我的国家 你死在哪里 你葬在哪里 我就死在哪里 葬在哪里 哇 这样的一个人的女性 还有谁 以色列 哇 勇敢的皇后 死就死吧 哇 猎女子来的 OK 很好 还有 玛利亚 我信尊主 为大 哇 生耶稣 就生吧 被人 误会就被人 误会吧 死就死吧 还有 玛利亚 打破那个香膏 膏在耶稣的身上 如果没有雅各的话 我们只有其他的那些圣经的书卷的话 你会发现到圣经里面的那些的女性 都是很刚烈的 不是死就死吧 就是你的国 我的国 哇 我信尊主为大 哇 然后打破那个香膏 哇 不得了的那种 哇 跟随主 跟随到底的那种 刚烈 那么呢 变成了 当我们读完整本圣经 我们就以为 哦 上帝对女性的要求 必须是像以色帖 勇敢 像那个玛利亚 哇 信尊主为大 然后呢 像那个 那个路德 那一种的形象 不是说不好 这都是好的 可是呢 就变成了 只把女性的那个 刚烈的那个部分 给表达出来 但是当你读 那个雅各的话 你发现到 她并没有那个死就死吧 哇 为了她的民族 为了她的国家 然后呢 为了她的那个家园 她没有捍卫那个家园 或者是 哇 为了全人类的救赎 没有 雅各中的那个女性呢 她是什么 柔情似水 刚才你们都读了吗 雅各中的那个女性呢 是会向她的那个良人 来做什么 是爱的那一种 因此呢 当圣经有这个雅各的时候呢 就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说 原来女性呢 有她刚烈的一面 女性呢 也有她柔情似水的 一个的一面 神创造女人 是非常的全面的 因此呢 属神的女人 是可以贼的 属神的女人 是能够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属神的女人呢 是能够喷香水的 属神的女人呢 是能够穿 美丽的那个衣裳 然后呢 梳好看的头发 可以的 然后呢 属神的女人呢 是能够对老公说 老公你几时回来 我好想你哦 你想耶稣就够了嘛 这么想我 焦点在耶稣嘛 当然 焦点肯定要在耶稣 但是属神的女人 也是能够想老公的 也能够老公说 也可以跟老公说 老公你几点下 你几点晚上几点下班啊 很期待跟你在一起啊 可以的 这个也是属 这个也是很属灵的 然后呢 第三 信徒就会认为呢 如果没有雅各的话呢 信爱呢 是可耻的 不圣洁的 不可以讲 教会里面 不可以讲信爱的 教会是圣洁的地方 信爱这一种 这种 这种关在门里面的 不可以给人看的 哪里能够在 教会的范围 讲出来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 教会可不可以讲信爱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其实雅各告诉我们 教会更加要讲信爱 为什么呢 因为外面的世界 真的是讲到乱 在座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外面 做工的话 请问 每一天在外面 做工 有没有至少碰到 信这个东西 每一天 有没有碰到 没有 你听到别人 骂出话 都是问候别人的下体 对不对 你发现到吗 外面的世界 真的是讲到乱 就连骂出话 都会问候别人的下体 OK 那也算了 但是你看那些广告 广告打的都是什么 信的那个吸引力 包括那个衣服 也是用那个 信的那个的吸引力 外面的世界 是讲到乱 但是不是说 教会就像外面的世界 大胆 谈论信 高谈论论阔 讲到乱 不是 而是按照神的真理 来讲 那你发现到呢 上帝谈论信 是不会觉得可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信本身就是神圣 是神的那个的发明的 因此 犹太人的那个割离 请问那个割离 是在哪个部分 犹太人需要行割离的 你懂割离的 割离是在哪个部分吗 就在男生的 男生的性器官 可以解释我这种程度 这个是圣经嘛 你现在讲看 你会觉得 哇 这个上帝 很神奇 好 各不各 这么要各男人的 那个 那个生殖器官的 前面的那个包皮呢 然后呢 来提醒 我与你们以色列立约 哇 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是我的百姓 然后呢 你们每一个男人 都要行割离 然后割在哪里 你们的那个性器官 把那个包皮割出来 要提醒他们什么 因此呢 男生当上厕所的时候 一看下面的时候 对对对 我跟神有一个约 我跟神有一个约 提醒他们 然后呢 跟他太太要进行 防止的时候 一看 哦 对对对 然后太太也看到 你跟神有一个约 你跟神 我们的民族是跟神 有一个约的 所以你发现到呢 上帝他不会觉得 很可耻的 他不会觉得 哇 要不然呢 我要跟你讲一个东西 叫割离 不过有点拍摄 不会 大胆 因此呢 外面的世界 把性这个东西 讲到这样乱 然后呢 在教会里面 神那么看重性 但是呢 我们避而不谈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华人的文化里面 或者是在一些的 教会的文化里面 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是一点的可耻 觉得一点的不圣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这是我个人的立场 我个人的立场 并不代表其他人立场 我个人认为呢 不 我们应该要大胆 而且呢 是按照真理 原原本本 跟各位弟兄姐妹 跟我们的孩子 来谈论 神所设立的婚姻 神所设立的性爱 到底是怎样的 回到圣经的那个基础上 不是让世界带领他们 怎么走 而是让圣经成为他们的准则 然后呢 第四 世人 如果没有雅各的话 他会认为只有灵性 是美好的 那肉体呢 是邪恶的 包括肉体的那个欲望 所以呢 食欲呢 是邪恶的 所以你要尽量 然后呢 性欲呢 是邪恶的 所以你要尽量 只有灵性呢 是美好的 No 灵魂体 在神的眼中 都是美好的 请问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复活 对吗 请问是我们 哪一个部分复活 灵魂体 请问 主再来的时候 是哪一个部分复活 是哪一个复活 身体复活 然后呢 那个身体复活 那个复活的那个身体 肯定跟我们 这一个的身体 会有天渊之别 但是呢 肯定的 复活的那一个的身体 它仍然是一个灵魂体 它不是一个灵体而已 当然可能 那一个的身体 是能够穿墙的吧 可能吧 或者是能够飞天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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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还没有再来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身体复活 那个身体 指的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 因此 如果这个身体 是邪恶的话 干嘛还要去复活 那个身体 但是 也没有东西好复活的 为什么 灵是不死的 因此 神 祂看中的是什么 整全 灵魂体 灵性是好的 肉体也是好的 因此 身体跟 跟这个肉体的欲望 是不一样的 肉体的欲望 可以导向邪恶 但是身体本身呢 是好的 然后呢 一男一女的恋爱的 这个的婚姻观 将会混淆 如果没有雅各 这卷书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 原来神多么地看中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在婚姻的这个制度里面 而不是超越过 这个的制度 然后呢 第六 华人的这个文化的传统 他们会认为呢 是男尊女卑 在华人的那个五轮里面 孔子写的那个五轮 君君臣臣 然后呢 夫妇指指朋友 然后呢 第四呢 才排到老婆 因此 君臣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比老婆的关系 更重要 因此呢 男尊女卑 如果没有这个雅各的话 雅各告诉我们 No 不是男尊女卑 在五轮里面 最重要 最No.1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是婚姻 为什么呢 当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 神用他的形象 创造什么 人 他的形象是什么 有男 有女 一男 一女 然后呢 就开始什么 婚姻 这个 第一个男人 第一个女人 第一对夫妻 他们就代表了什么 上帝 完整的形象 婚姻 当然 婚姻的关系 不能够大过 跟神的关系 但人与人的那个关系 其实是婚姻 是放在前面 之后 你要怎么的排 你都能够 按照圣灵的带领 但是呢 婚姻的关系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在一个家庭的模式里面 第一个要先守住的 其实是婚姻的关系 如果婚姻关系 瓦解 亲子的关系 也会瓦解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 你的孩子 夫妻关系 瓦解 就形成家庭关系的瓦解 那么对孩子 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当他结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他会一样画葫芦 photo step 在他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守住 我们的这个的婚姻 如果你的那个婚姻 仍然在的话 当然 如果你是另外一个的话呢 上帝有他的出路的 然后第七 基督徒就无法体会 基督爱教会 所以刚才已经说了 夫妻的爱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神人之爱 然后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基督对教会的爱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雅各的话 我们 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 性爱是男人的专利 常常讲 最色的是什么 最色的是谁 就是男人 女人没有像男人这么色 但是呢 在这个雅各里面 不是说雅各的那个女性 是很色 不是 而是雅各告诉我们 性爱绝对不是男人的专利而已 女生也能够需要性的 女生也能够要求性的 神创造这个就是一个礼物 彼此能够共享 那么 单身的弟兄姐妹 虽然不在那个婚姻里面 但是呢 能够透过雅各 就能够认识到 神人之爱 然后呢 基督跟教会的爱 那么呢 你就能够认识到 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就能够认识到 虽然我不在一个 爱情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但是 耶稣是我的良人 我是耶稣的心腹 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故事的脉络 雅各他们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 故事的一个路线图 所以当你读雅各的时候 他不像创世纪一样 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呢 有一个的次序 但是当你看那个雅各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一个故事 好像是 把不同的那一个的诗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混合在一起 好像有一个次序 但次序呢 又不是很明显 明天就要帮助大家 我们怎样 在一个 不是很有明显的 这个故事的路线图里面呢 我们找出一条的路出来 然后第二呢 在这个故事脉络里面呢 其实 整个的雅各呢 只有两个主角 男主角跟女主角 所以男主角呢 是所罗门王 然后呢 女主角呢 是苏拉密女 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话 其实 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 苏拉密也是平安的意思 所罗门是平安的阳性称呼 然后呢 苏拉密女 苏拉密其实是平安的 阴性的称呼来的 所以非常的奇妙 所以非常的奇妙 所罗门指平安 苏拉密其实也指平安 当然啦 还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一个说法 我不是很赞同啦 他说其实 在这个雅各里面 总共呢 有三个主角 两个男的 一个女的 一个呢 是苏拉密王 一个呢 是牧羊人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女主角 苏拉密女 因此你看到 有牧羊的角色 然后呢 有君王的角色 然后这个牧羊呢 是非常的深爱着 这个苏拉密女 哇 能够为她窜山而来 可是呢 这一个的王呢 是用她的那个权位 用她的尊贵 来 你跟着我 而苏拉密女 需要做一个选择 她要跟这个牧羊 还是她要跟那个 有权有势的一个君王 然后呢 从这个故事里面 他们就远辩 你要跟耶稣 还是你要跟世杰 哇 听起来真的是 非常的感人 哇 三角的恋爱 两个男的 在争夺一个女的 一个是世界 一个是基督 一个是牧羊人 一个呢 是君王 你要选哪一个 姐妹 你要选哪一个 听起来是不错啦 但是我认为 其实她只有两个主角罢了 然后呢 三 她有两半的配角 就是苏拉密女的哥哥 哥哥们 以及那个耶路撒冷的 众女子 然后呢 第四呢 整个故事的脉络 就讲到他们 相遇相爱 相许相合 然后呢 就欢庆 升华 明天我会跟他们讲 然后呢 你发现到 雅各呢 它是一本户外 大自然的书 有动物 有草 有花 有鸟 然后呢 都是外面的 大自然的 而且呢 第六呢 夫妻能够享受 美丽 圣洁的爱 就是她整个的 那个故事的脉络 讲到这 这一男一女 一夫一驱 他们怎么享受 在这个美丽 圣洁的关系里面 好 我们就停在这里 亲爱的主耶稣 基督 我们感谢你 耶稣 求你在这几天 以及继续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对我们 每一个人 来说话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认识到 你就是我们 生命的良人 求你来帮助 我们能够学习 我们能够把 我们的爱情给你 我们能够学习 来跟主耶稣基督 来谈恋爱 并且在座是夫妻的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在这几天 以及之后的 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帮助我们 能够从你的角度 来看我们的配偶 从你的角度 来看婚姻 从你的角度 来看性 主啊 帮助我们 不是按照 这个世界的教导 让我们是回到 圣经的 这个的准则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赐福大家 也赐福大家 有美好的 这个的 平安的路程 并且有美好的 休息 谢谢主耶稣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Amen 谢谢观看